大家好,我是大米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怪給西 這是Insta360官方出的腳架配件 號稱猴子尾巴的腳架 看看猴子用尾巴倒掛在樹上的樣子 感覺還蠻貼切的 腳架的長度約50公分 重量140克 有點重量,當腳架的時候會比較穩固 整個手感很不錯 要彎曲的時候必須要施點力 可以任意彎曲到想要拍攝的模式 一看就覺得可玩性很高 先來裝上Insta360 GO 2 來實機拍攝看看 拿來窗邊拍攝縮時攝影 可以很方便的固定在啞鈴上 然後伸出窗台 調整拍攝需要的角度 上車的時候也可以很任意的調整出腳架模式 不需要上車下車還要花時間安裝 出去郊遊踏青的時候 只要路邊有固定的欄杆 交通杆或者是樹木 就是隨時可以使用的固定的腳架 就算是路邊的平台 也能夠自行彎曲出穩定的腳架模式 拍攝的時候風有點大 但還是蠻穩的 在手持模式下 更是很容易的能夠彎曲出 方便手持的特殊拍攝角度 當自拍桿也相當的合適方便 下雨的時候更可以空出雙手 把腳架直接安置在雨傘上 這是一般自拍桿做不到的事 平常沒有拍攝的時候 也可以彎折放在脖子上 隨時要拍攝的時候更方便 當然也可以使用在 Insta360 ONE R或RS上 這是因為自拍桿雖然可以彎曲 但是有一定的強度 可以很輕易的支撐大一點的相機 因為是通用的接口 所以感覺就算是其他的相機 也很適合使用 在收納方面 可以彎曲成很小的體積 放入小一點的包包也沒有問題 覺得這是Insta360 官方推出一個很值得購買的配件 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你對3C開箱、拍照攝影、智慧家庭有興趣 歡迎訂閱I玩3C頻道 謝謝